我們上一次講到波茲曼傳遞方程式 接下來我們就要用波茲曼傳遞方程式 它不是有好幾項嗎? 我們就要用波茲曼傳遞方程式來推導我們之前所學過的方程式 用它來試試看 這裡面就提到所謂的Hydrodynamic Equation 水利方程式 它就是用波茲曼傳遞方程式去推導我們過去 在聚關現象裡面所學過的 像是連續方程、動量方程、能量方程 它就是利用波茲曼傳遞方程式 在這裡它的做法是什麼呢? 首先我們先把波茲曼傳遞方程式抄下來 抄下來之後你要乘上一個Molecular Quantum 也就是一個分子量φ 這個φ我想大家都熟悉了 它基本上不特定 它可能是任何一種 scalber或者是vector 它就把它乘上φ 再對所有velocity做積分 所以原先你去翻波茲曼傳遞方程式 它左邊有三項 右邊有一個src 一個是brain 如果你忘記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它大概是這個樣子 它就補了一個collision下 原先是三項 然後它就是這邊再補一下 所以它就把左右兩邊乘上φ 然後對velocity space做積分 好 這個是我們接下來要推倒的 連續方程、重量方程和能量方程的基本步驟 所以它我們課本上的編號是4.54 那再來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呢 再來呢 我們就要用我們過去所定義的local average 區域的平均值 5 bar 是等於1分之1的 對於5這個物理量 對於這個分布 在速度space 在velocity space 裡面做幾分 那這樣子的話呢 那你第一項可以表示成什麼 表示成這個-他 這一項在這裡 為什麼可以等於他-他 分布積分 所以我應該都記得 啊 部分積分 這個積分 等於原先的這個東西扣掉他 那這兩項呢 就把用原先的這個定義把它換進來 所以他這樣子做 處理了誰 處理了這裡面的第一項 第二項呢 在這裡 第二項要處理稍微困難一點 你要做什麼 你要用那個vector的運算 這個運算值 它有這樣的一個公式 把這個運算值的公式 跟這裡的這一項 部分積分扯進來之後呢 那你原先的第二項就可以給他 那這是數學 我也沒辦法給更好的解釋 那我只能告訴你他在做什麼事情 他就是每一項把它化解 所以4.55A是針對第一項 4.55B是針對第二項 那每一項在化解的時候呢 他需要一些基礎的知識 那你當然就可以想像 那4.55C是針對誰呢 就是針對第三項 所以第三項呢 這個的積分呢 實際上你可以把它變成部分積分 這兩項相解 那化解之後會是這個 好 那再來呢 你三項都化解完了之後呢 你就咚咚咚帶進去 帶回原來的方式是4.54 你最後就剩下這三項 好 好 化解到這裡 那原則上呢 你波子曼傳遞方式 你這個phi就可以開始換了 你原先是一個不特定的量 那你現在就可以換了 換成誰呢 你的phi呢 可以是速度的幾次方 0次方 1次方 2次方 速度的0次方 你可以想見它是探討的嗎 探討質量 就是continuity 如果1次方呢 moment 2次方呢 ammerge 就是這樣子 所以phi就開始換了 4.57a 就是phi用m代替 用質量代替 速度的0次方 那這個時候呢 你把它帶進去之後呢 你前面的那個 方式最後化解之後 就會得到一個質量守門的方式 那這裡面它用一個bb來代表 這個bb是平均的速度 也就是bock velocity 它忽略了那個熱 因為這個熱造成了擾動 造成了速度 好 那4.57a 如果你把這個 考量到的氣體裡面 裡面呢 有很多種不同的 比如說有好幾種不同的 有氮氣 有氧氣 有氧氣 有水氣 那很簡單 那你就是每一項獨立 寫成dT 下標i 下標i 表示特定的氣體 那在這裡你會發覺說 這邊跟這邊有一個差距 這個phi net 出現了 前面為什麼沒有 前面它是 只有一種氣體 後面如果有多種氣體 這個時候會有sauce time 或者drain time 那個是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氣體如果產生化學反應 比如說N2跟O2變成NO 你這個NO 那你會 這個N2就會減少 O2就會減少 那NO會增加 那這個就是橙鏡效果 看你是要針對N2 還是O2 還是NO 會有一個這一項 這一項呢 是來自於說 你的化學反應所創造 或者是消滅的氣體 所以這是質量手文的方式 好啦 那這個很快講過質量手文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要講什麼 講動變 moment 這個時候 你用小指頭像應該也猜得出來 這個時候你的phi 就是從原本的m換成mv 那換成mv之後呢 在代形原來的方式第一項 蠻好換的 會考量点 剩詐 bushes 會說 第三項 第二項稍微複雜一點 為什麼 因為這個時候啊 在用的速度運算的時候 需要把速度拆開來 們拆成兩個考量 momentum的時候 除了本身挖角的速度 ���из 還要考慮ана Random 所以你要把整個b拆開來 Random 也就是走到亂跑 因為大於0k 它沒有亂跑 因此,Random Motion,Somal Velocity,必須考慮進去 前面的質量,Phi,內項只有M,沒有V 所以V不用考慮到底是Vp還是Vr,基本上只用Vp就可以處理 可是Phi的物理量是Mv,所以要把整個速度考量到 它自己本身Bulk的Velocity,還有Random造成的 這樣的話,兩項相成的消去的結果就是VVVV加VrVr VrVr基本上是一個second order的Tensor,二階的張量 二階的張量可以跟我們過去所學的什麼呢? 所學的壓力有關係嗎? 之前不是有學過嗎? 動量的交換通過那個表面會有壓力嗎? 所以它就把壓力向前拉出來 在這邊我跳的比較快一點,所以你們回去可以看一下 自己試著推導一下 基本上只是一個方程就是 把原先的波之外傳遞方程變成這個樣子 變成這個樣子之後呢 它還不是那麼漂亮,還沒有辦法直接變成 簡化我們熟悉的動量方程 那它要藉助誰? 藉助我們前面推導的Mass-Balance equation 能量守門方程 才能夠把這個方程式再劃解成下面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你要介入前面快一點M得到方程式 把這個裡面想在劃解之後 你才會得到下面這個 那你的Stress Tensor呢? 之前有學過 你翻單的課本前面呢 翻的是4.41B 你的P 這來自於你的P乘上你的Δ 一個3乘3的矩陣 然後 對角線上是1,其他都是0 還有乘上你的Sure Stress 所以你把它這個P化解成這個樣子之後呢 再來呢 你又把你的速度給考量 有三個方向分量 然後呢 每一個方向的分量呢 各自空限1 3分之1 你的Bulk Velocity 那你就會得到 那你就會得到 跟原先 課本上第二章所介紹的這個 Momentum Equation 一樣 在這邊呢 他就是 借助了幾個 把速度跟壓力承擔關係 然後呢 你就會 然後每一個方向的分量 空限1 3分之1 那你就會得到 前面所推過的 這個 momentum Equation 好 那再來呢 再來就是 那我們把5換成1 2分之1 V平方 那5換成1 2分之1 V平方的時候 你可以想見它要算什麼 算能量的方程 對不對 那 Energy Equation 的時候 這個時候要提醒同學 這個 V 是誰 它不是VB 它是VR 因為你在傳遞能量的時候 你其實帶能量的 那個聚觀的 就是移動的速度 它其實不會有任何的交換 你真正做能量的交換 是來自於它的擾動 不按於現狀的 那個Random Velocity的動力 所以在這裡啊 你必須要把 File 等於2分之1 Mv Mv R 平方 就是要提醒同學的 好 然後呢 把這些 項帶進去 那在這裡面 提到的第一項 第一項呢 變成partial t partial low u 這個U啊 是你的Mass Specific Internal Energy 也就是每單位質量的內能 那第二項呢 那個就是 莫斯曼團體發生的第二項 他把它畫成 等於 這個 Divergent Low U Vb 加上 Divergent Je 這裡的Je 指的是 Energy Flux Vector 然後呢 他要提醒你這個等應0 反正呢 他在這邊做了一些 簡單的畫解 那最後你的能量所能 大概就長成下面的東西 那你再畫解一下 就是4.60 這道式子 這邊比較 無聊一點 他就是數學而已 那我只是把簡單的物理概念提一下 那既然要提物理概念 我們得到了這道方程式之後 他用三項 我們來看看這三項 這個能量是來自於哪些地方 在這裡 可本告訴你什麼呢 左邊那一項 基本上是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 戰態項 跟你的 Elevaction 就是聚觀的 這個 聚觀移動 Elevaction 我不知道中文能 這是左邊這一項 右邊有兩項 各是誰呢 右邊兩項 第一項 代表的是什麼 由熱過散所造成的 Heat Diffusion 所造成的 也就是說這一項 是來自於你的熱過散所造成的 這個是能量所謂的方程 這一項 所代表的物理意義 那第二項呢 第二項 包含了壓力的效果 以及Viscous Discipation 就是這一項 有壓力在裡面 它是來自於壓力造成的效果 以及你黏制所造成的 黏制的 異散 Viscous Discipation 這是這一道方程 是三項 各自的物理意義 所以這是課本上告訴你 那對於一個 你禁止的媒介 Stationary Meeting 也就是你的VV等於0的話 那你前面電腦方程式 基本上就會得到 變成只有過散項 K gradient T square 等於Low C V 在這裡 課本上也告訴你 你在推導的時候 你是把V 當作一個獨立的變數 另外一種推導的方式 是你可以把 什麼呢 把你的亂數的速度 當作一個獨立的變數 你也可以做推導 就是你的F 變成R V,R 和T 這是另外一種 對這個發生式的方式 下面的一段 基本上是在強調 任何一個給定位置 它遵守特定的平衡分布,Local Equilibrium 必須遵守 好,這個是水利方程大致上的介紹 再來就是把波茲曼方程式應用到負利的定律跟熱傳導系 這邊的話重點,因為我已經用黃色的畫給你們了 所以我很快帶過去 其實我今天稍微想要講的是原先排定今天要講的部分 因為我注意到你們的project有些討論到流體 所以我待會要講一下流體的部分 那這個,我很快把這個部分講 波茲曼傳遞方程式,它就去想辦法推倒你的負利的定律 首先就是把波茲曼傳遞方程式去掉一些不用的項 然後呢,這個sauce跟drain這個turn呢 那它呢,是用這個近式 這個relaxation time approximation擺進去 然後擺進去之後呢,那你這一下呢 基本上面呢,把這個f讓它做一個relaxation time的近式的話 你的f大概可以近視成這個樣子 在local equilibrium的情況之下 那你的heat flux就可以把它寫成什麼呢 寫成q double prime等於這個東西對於velocity的積分 那就是中間那一串的積分 好,那這一串積分出來的結果跟我們的負利頁定律 這是負利頁定律嘛 那這個負利頁定律跟你這個qx之後 你會發覺你的k connectivity不是別人,就是它 就是它在積分的時候得到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積出來之後呢 你把它換一下,你對於能階做積分 你原先是對velocity space做積分 你也可以對能階做積分 做換一下之後呢 你的d epsilon是你的density of the states 那你做一些適當的假設之後 這個在這邊有敘述 那你會得到什麼 你會得到你的k大概約等於 三分之一的tau乘上你的b²的平方 乘上low乘上cb 那就是把這些數字帶進去 那大概是三分之一的平均自由路徑 乘上你的平均速度 乘上你的密度 乘上你的b² 所以通過這個例子呢 基本上那樣呢 在告訴你說 你的波子曼傳遞方程式 是可以跟你的複利液定律結合的 然後你的kontaktin的氣體的熱傳道係數 是可以推出來的 跟它的平均自由路徑 跟它的平均速度 跟它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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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關係的 那你就可以把它寫成一維的負利液定律 好,這是這一部分 那我很快的把它結束之後 我把它移到我下面一個重點 也就是今天要介紹的這個mico fluid 是因為我注意到 有些同學想要探討 那個球球在流道裡面 那我們就來看看球球在流道裡面 如果這個流道很窄的話 好,那首先呢 我們要介紹的是一個很重要的參數 叫做什麼呢? 叫做mousen number 一個五一次參數 為什麼這個東西重要? 前面有人提到過 這個尺度會影響很多熱物理性質 那流體的性質呢 我們也需要介紹尺度 那五一次參數就可以幫助我們 決定它是不是我們該考慮到 尺度造成的效果 針對流體在流道中流動 這個時候我們需要接觸五一次參數 Nousen number 那它的定義是什麼呢? 基本上面 它的定義是capul lambda 去除以你的特徵長度 L capul lambda 是平均自由路徑 對不對 就是分子連續兩次碰撞 之間大約走的距離 L則是特徵長度 這裡的特徵長度 這裡的特徵長度通常 要不然就是水力直徑 或者是流道寬度 那這兩個一筆如果夠小 基本上你不用擔心嘛 對不對 這個碰撞 還沒有到 先碰撞到它隔壁的 它沒有碰到邊界 只有當它開始大的時候 你才會要擔心 所以這個Nousen number 是我們一個特徵值 那如果說它太大了 也就是說它變大了 代表什麼? 代表可能氣體變得吸薄 所以呢 它在兩個牆之間 撞來撞去的時候 它還沒有撞到其他分子 它就先撞到牆壁了 所以這個是Nousen number 所以小而不擔心 大我們才要擔心 那好 那這個Nousen number 是我們判斷這個氣體 是不是吸薄 以及尺寸效應 是不是應該要考量的 一個圖因生產數 那我們原先在探討流體的時候 就已經有很多無因生產數 我們再把它整合一下 回憶一下 首先第一個當然是雷諾數 這個不用說 第二個呢 是馬赫數 雷諾數是誰 雷諾數是你的密度 乘上你在無窮遠的速度 自由的流體的速度 乘上你的特徵長度 去除以你的Dynamic Disgusty 對吧 這個如果你們忘記的話 這個如果你們忘記的話 那馬赫數又是誰呢 馬赫數呢 就是在無窮遠的流速 free stream of velocity 去除以在這個情況底下 它聲音傳播的速度 VA 也就是speed of sound 那如果我們考慮到的是internal flow 在流道中的流動的話 你的B無窮大 基本上面可以把它換成什麼呢 換成B me 也就是平均速度 對不對 因為你沒有無窮遠嘛 它不是留給平板 它沒有這種遠 那你是兩邊夾起來 那這個的話 這樣的話呢 你找不到無窮遠的速度 那你只好怎樣 用平均速度來取代你的無窮遠的速度 好 那有了這樣的概念之後呢 我們再把剛剛介紹的NUSNUMBER 的定義 拿過來 跟你的兩個重要的無因次參數整合一下 你就會發覺你的NUSNUMBER 就是電換主 變換主 變換而易 把它整合一下 把它跟你的流體的 馬赫數還有雷諾數 整合在一起 那這樣的話 我們來看看 你的NUSNUMBER 基本上面 會正比於馬赫數 去除以雷諾NUMBER 在特定位置的X 在這邊呢 它整個長度是L 那你如果說 是在特定位置的X的話 譬如說 你這個 會邊界層成長 那你的L 會正比於更號 RENAL NUMBER X分之X 那你的NUSNUMBER 會正比於 你的馬赫數 去除以更號 在那個位置的雷諾數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玩 LUSNUMBER 如果你的LUSNUMBER 很小 這個時候 我們叫這種流體 叫什麼 叫做Continuum Flow 所謂的很小 小於0.001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的NANIAL STOCK EQUATION 是可以用的 過去的流體力學 完全沒有問題 那你的速度 在流體的邊界上面 是跟你的強的速度一樣 溫度也一樣 壓縮性 可壓縮性 基本上面如果黏馬赫數 小於0.3的話 你可以視為 不可壓縮 除非 有一些小的裝置裡面 你的壓力差太大 才會 必須要考慮到壓縮性 否則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去判斷 是這個微流島 它的LUSNUMBER 小於0.001 那 你NANIAL STOCK EQUATION 盡量用 給它用 沒有關係 這張表 大致上整理了一下 你的流體區分 Continuum Region 是我們過去所學的 LUSNUM 大概小於0.005 接下來 這三個領域 才是為耐你熱船 或是為耐你直船 為流體 耐你流體 必須考慮到的問題 什麼呢 當你的LUSNUMBER 大於0.001 這個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你的LUSNUMBER 大於0.001 借在0.1之間 這個時候 你的NANIAL STOCK EQUATION 跟Energy EQUATION 可不可以用 可以 但是要修正 修正什麼 這個時候 你的流體 速度 跟溫度 會有一個Jump 會有一個跳躍 如果你的LUSNUMBER 再大一點 這個時候 你的NANIAL STOCK EQUATION 不可以用 如果它是大於0.1 是不行用的 你只能用波茲曼傳遞方程式 或者是用所謂的Direct Simulation 或Multi-Carlo Multi-Carlo 這種統計的方式去模擬它 而這種FLOW 叫做Transition Flow NUSNUMBER 如果再大 大於10 這個時候 它甚至叫做 FREE MULTURE 完全自由的例子 它也不能用NANIAL STOCK EQUATION NANIAL STOCK EQUATION NANIAL STOCK EQUATION 所以這個是依照NUSNUMBER的RANGE 把流體的領域拆掉 那我們來看看 老師你剛剛講的 什麼叫做Jump 什麼叫做FREE MULTURE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來看看 這兩張圖 是給各位比較清楚的概念的呈現 首先我們回憶一下 過去一個流體 流金平板 受到黏制力的影響 它的速度的profile 長什麼樣 原先嘛 你是無窮遠 都是一樣的速度 經過這個平板被拖慢的時候 你的速度的profile 應該長這個樣子 也就是1這條線 接近平板的時候 它的速度是多少 是0慢 因為那個流體分子 跟你的平板接觸 然後到了 隨著往上呢 為什麼 因為你呢 摩擦力比較小 或者說 簡易力 它的速度沒有那麼慢 所以它開始慢慢慢慢增加 一直到上面 它就趨近於什麼 趨近於你原先 流到 流體流進來的時候 沒有受到摩擦的影響 它的速度 所以這個profile 1 基本上面 是我們過去在學流體力學 或者是學熱傳的時候 這個熱對游的時候 你會知道它的速度的profile長怎樣 因為它變形成在成長 受到這個摩擦力的影響 一開始這邊是0慢的熱對游 這個是最正常的 那溫度呢 假設板子比較熱 那一開始你的板子的Wall T-Wall 那流體分子最靠近它 跟它一起接觸的那個分子 就是T-Wall 然後之後 比較冷 這是板子熱 尤其冷的時候 它的profile長怎樣 1號 是我們過去所學的 也就是continual flow 前面說 Rose number 如果接在0.001 或者到0.1之間 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所謂的sleep 也就是說 你的這兩個方式 仍然可以用 但是你有一個jump 然後我們來看jump 在哪裡 在這裡 這個game 這個game是什麼 它所代表的物理意義是 你的流體分子 是在跟你界面接觸的時候 那一個分子 它不再乖乖定 定在那裡不動 不再 就是速度為0 它有速度喔 即使跟這個界面接觸的時候 它仍然有速度喔 如果溫度的話 它是不是跟牆壁一樣的溫度 不是喔 它其實跟牆壁接在一起 它的溫度 不是跟牆壁一樣 所以它有一個jump 跳躍 之後它的profile 呢 仍然遵循了這樣的一個趨勢 它仍然是緩慢的 所以它在這裡是說 你的lucent number 就在0.001跟0.1之間的時候 你仍然是可以用 你的那個 之前的那個 這個nambius dog equation 可是呢 你必須要修正 有個jump 好 好啦 那後面呢 如果是那麼更大 下去會發生什麼事情 會發生變成所謂的fremocule 這種fremocule 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如果從速度上面來看的話 你會發覺 在這裡面 這個是3這條線 也就是所謂的fremocule 它的速度 壓根跟板子沒關係 它的溫度 壓根跟板子沒關係 所以如果你們還記得 老師在上課之前 有跑過兩個板子 一個300k 一個500k 中間有分子跑來跑去 對不對 如果你的那個分子 非常非常的稀薄 然後 這個時候你要界定 它的溫度是多少 是300嗎 50 是500嗎 50 為什麼 因為它撞到500的時候 它會變500 出來之後呢 它一直是500 直到撞到300 那怎麼辦 平均嗎 所有的分子是4為400k 這就是這個fremocule的處理方式 一樣 速度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你沒辦法看到 它如果從這邊撞回來 它是500 它從這邊撞回來是300 中間它不太 幾乎不會跟別的分子 做一個交換 那怎麼辦 你怎麼定義它的溫度呢 那只好定義400k 就是這樣 OK 所以這張圖 原則上你如果搭配前面那個表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哦 原來你的這個尺度 會造成的影響 會對它的溫度的profile 或者是對這個 這個速度的profile 產生一些影響 那我們再來看溫子 你就會看得比較動 那在這裡面呢 基本上大部分的概念 我都有講過 因為你在 我們來看吧 0.001到0.1之間 這個時候呢 你會有sleep 那 也就是滑移的現象 這個就是它的滑移 然後呢 這種滑移呢 我們就叫做什麼 如果是溫度的話 就叫temperature jump 然後速度呢 就叫velocity jump 那 你仍然可以用你的native stock equation 去用 只是呢 你的邊界條件要改一改 那如果你的lucent number 大於10呢 這個時候你就會變成 所謂的free module 自由的 這個分子的流動 那 基本上面呢 它的所有的性質的決定 都是由pholistic scattering 所決定 pholistic 基本上就是 所謂的像撞球一樣的那種彈性 碰撞 pholistic 那 這樣的話呢 你的continuum assumption 就不再適用了 因為它不再連續了 然後 你不會有所謂的 這個 velocity 或者是temperature 可以用定義 定義出來 就像我剛剛講的 因為你是碰來碰去 你沒有辦法在定義中間 它的氣體分子是多少 所以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就必須要 這個 它的速度 或者是溫度 跟你距離牆壁 是無關的 它基本上就是一條直線 就是剛剛fueler 4.9 那 針對所謂的molecular 或based models 你要去計算這樣子的 性質 你的工具是什麼 Navius Toker equation 不能算 那你怎麼做呢 你只能用波茲曼 串滴方程式 或者是用 蒙蒂卡羅方程式 蒙蒂卡羅的 direct simulation of 蒙蒂卡羅 是 所以它就是會這樣子 沒有 沒有 會 它會歪 它會歪 就是 當然 碰撞的時候 不是只有這個方向的速度 它還有其他方向分量的速度 我剛剛 對 它會有 只是說 它即使往那個方向碰撞 它有可能就會撞到別的例子 因為這樣的距離 有可能比較長 大於它的平均自由路徑 機率會比較大 但是 原則上面來講 我們 是把東西都已經納入考慮了 因為你平均自由路徑 其實是一個 平均自由路徑 其實是一個 平均自由路徑 各方的路徑都有足距離 所以它會撞 對往別的方向撞 沒錯 好 謝謝你 讓我曾經 OK 那針對於那種問題 就是 Free molecules 我們通常會用波茲曼 傳遞方 前面介紹過 那Direct Simulation of Monte Carlo 又是怎麼回事呢 它呢 其實就是這樣 它就撒一把分子 就是每一個分子去算 Monte Carlo 基本上 它就是一種統計的方式 它就撒一百個 最後 看出來什麼結果 就是什麼結果 然後把那個數目增加 一百個 一千個 一萬個 然後看到那個趨勢 對了 就是 這就是Direct Simulation of Monte Carlo 那它可以用來解決最後 Free molecule的問題 那其他方式 傳統的Nediest of Equation 是不行的 所以這就是我在問你說 你的方式做了什麼事情 你要知道 他的方式做了什麼東西 你不能夠 就是 只是為了視覺上的效果 你必須要知道 那個方式做了什麼 其實有一個 那也有點詳細的 對 對 你在報告的時候 你要告訴人家 雖然你不能夠全部推倒給大家看 但是你要告訴他 這邊邊界的條件發生什麼事情 或者是 我修正了什麼 或者是 為什麼這個東西 你可以用這個做近視 諸如此類的 就像我剛才這樣 就像我剛才這樣 你的路線號碼 改變 你的流體的速度 或者是溫度的分布 或者是什麼樣的差異 那看那個圖 那你能夠解釋 這個是我希望你們做到的事情 好 那大體上面來講 路線號碼跟Flu regime 大致上介紹到這裡 後面有一堆 介紹這個所謂的 你要去模擬它 比如說你要用CFD CFD的話 你是在Continium regime 可以做的事情 然後呢 你還有所謂的 Line Dispacement 這個LB的方法 也可以用 那 這一部分呢 我就留給各位去看看 所以 為什麼要介紹這個呢 就是 也希望你們如果有興趣 做流體的模擬 你們可以考慮用這個 因為我已經講到了 所以你們知道 它會發生什麼事 然後你們怎麼樣去 陳述它 呈現它 你們要用什麼樣的 適當的套裝軟體 如果你告訴我說 我要模擬 這個 耐與流體 但是我用這個 這個 CFD 那我就會問你 你這個CFD 怎麼去模擬耐與流體 你做了什麼樣的假設 因為 理論上是 路上大的時候 你是不能夠用CFD 你如果告訴我 老師 我修張藝林老師 分子動力學 我會用分子動力模擬 那我覺得 嗯不錯 看分子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 你要研知有誤 而且講的是對的 這是我今天 上這一段的目的 雖然講得很快 那我希望你們回去看一看 如果你們的 project 或者之後的研究 也要跟流體 有關係的話 好好研讀 尤其你們兩位 如果要做維遇到的話 有時候 整路承擔會是多少 會不會影響到你們的結果 會蠻重要的 日後 這樣 大致暫一下 好吧 那我們今天到這裡結束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是下個禮拜再見 好 謝謝 拜拜